最近消息是日本的冲绳 他叫冲绳,咱们叫琉球了 琉球的知识,玉成丹尼向日本政府递交了请求文件 坚决反对东京政府在琉球群岛部署导弹 琉球群岛玉成丹尼同时强调了三点 第一点,坚决不允许日本政府在琉球群岛部署导弹 第二点,在琉球群岛的日本自卫队费用 当地居民一概不负责,日本政府自行解决 第三点,坚决不许美军把F22战机部署到美军冲升基地 玉成丹尼还指出 近期日本自卫队在琉球群岛频频姿势升飞 扰乱地区居民生活 已经引起当地居民强烈不满 而且日本政府在美国扫雷舰进入民用港口 和自卫队在冲绳部署导弹仪式迟迟不表态 已经增加了军地两方的矛盾了 甚至引起了冲突 说玉成丹尼之士最后警告 不排除当地寻求地方自治 这事儿就大了 咱们说琉球群岛本来 琉球就是个独立国家 19世纪被日本抢占 后来改名叫冲绳县 二战日本战败之后 波斯坦公告约定 琉球群岛不属于日本 战后由美国代管 只是后来美方出于 因为中国加入联合国 所以出于自身利益 单方面把琉球群岛管制权 交归日本 美国拥有军事权 然后日本是由管理权 民事管理权 可以这样理解 琉球群岛主权从历史上都不属于日本 琉球群岛完全可以实行自治 现在玉城丹尼公开对日方 对日本方面表达自由自治 说日本政府如果不考虑当地居民诉求 一味的迎合美国 也不排除当地居民就开始 进行独立运动 玉城丹尼这三个要求 首先不能部署导弹 不能部署 F22 包括费用 当地不解决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日本人 后续在琉球 这个中城这一带 要部署导弹 这事可能要缓啊 那么中国现在支持琉球独立 我觉得正当时 那么就在日本的这个琉球的知识 玉城丹尼 他强调不让美军进入这个区域 不让这个日军进入这个区域 之后呢 美国连同四国在这个琉球附近 举行了一个次军演 还记得吧 那这次军演的最新消息 现在美国官部公布确认 中国的052C 在东海与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军舰发生了对峙 在这个 咱们说台海方向 中国的苏州舰 强力驱离美舰之后 在这个东海方向 中国052C 也是进行了 这个驱离活动 他是跟踪 而且进入到 这四国演习的舰队当中啊 美国官部的一个网站 公布了他这个官部 认证的这么一个信息 6月14号的时候 他上传了一组美日澳加 在东海京演习的画面 这组画面里边发现 中国海军052C球舰在东海 直接进入到美国联合舰队 这个内部 那十分是 十分醒目啊 这是一个报道呢 是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 6月3号的5号之间啊 美国日本加拿大 澳大利亚水面舰艇在东海 进行代号 高贵之狼的演习 实际上是被解放军的舰艇 给 给这个 咱们说 进入干扰了 美国官部 6月14号才发这个消息 这次演习是 四肢海上力量多边训练 就加强海上作战 水面监视与协调 联合火力 训练 还有电子战 战术方面技能 参演兵力是有 日本海上自卫队 朝日级的驱逐舰 二号舰 叫不知火号 还有加拿大海军 军团级会议舰 安扎克号 加拿大海军 这个哈利法克斯级会议舰 蒙特利尔号 还有这个 这个美国阿利伯克级的 中英号 但是在公布照片中 可以看出 解放军至少出动了 一艘02C 两艘056A 轻型护舰 和一艘补给舰 出现在演习的现场 那么也难怪了 这天演习 为什么演习之后 拖到现在才曝光 原因就是 美国不愿意 报这个细节 因为他这个演习 被中国进入了 中国是进入 而且围观 那你想想他 很尴尬 美军拍摄画面里边 解放军出动的 大型军舰 应该是052C 驱逐舰 6月3号时候 台湾海峡 中国海军 052D 苏州舰 与中英号 进行了拼磁刀 那现如今 美国光部 又公布了 拼磁刀之后 将军后续 又是跟上了 伴随加拿大和美舰 应该就是一艘 052D和一艘056A 现在又一艘052C 还有一艘不仅舰 说明这次在东海 与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舰队 对峙的时候 将军 组成一个舰队 至少一艘052C和 一艘052D 两艘056A 还有一艘不仅舰 一直在跟着美国舰队 一直进行贴身的盯防 那么解放军 对于美舰 不仅驱逐 还要对其进行 长时间的跟踪 在平常叫半航 在战时 那意味着对他进行维艰 就你的一举动 全在我掌握之中 中美之间这种对抗 非常激烈 我讲过 中国对于美航母舰队 一定要派一艘054 跟上 这艘舰 就是跟踪 他的任务就非常明确 在美国加拿大军舰 创航台湾的时候 052D为主的 解放军 强势拦截 然后现在看 052C又进入他的画面 说明解放军 是有备而来 现在很早就得到情报了 056 护卫舰也进入演习编队 最终也被美军拍下 本来美日澳家舰队进东海 试图向解放军示威 但是现在看 被中方的舰队直接给搅黄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他没有得逞 连续三天时间 052C 驱逐舰紧贴 压根没有一点远离的意思 这种情况显示 形势发生变化 就是解放军 在接管台湾海峡以后 对东海的控制力 也在加强 台湾海峡不再是美国 可以随便进出的了 解放军说了算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 就是中国在往外推美军 而且向外推 推到了琉球附近 这个就是052C 驱逐舰在东海 向美日舰队展示 控制力的一个 这么一个信号 对美国舰队进行盯防 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 解放军的实力的一种体现 说白了 你没有大型舰艇 是没有办法干这个事的 没有高素质的舰员 也没法进行跟防了 连续三天 美国第七舰队 喊着前员部署啊 但是现在看呢 中国已经将你 推到琉球以东了 目前看的琉球方面啊 现在确实对美军来 如果是他无法部署导弹 拦住解放军出异导链 那很显着美国舰队啊 真的没有办法 跟解放军现在才 至少在异导链附近 有任何的抗衡能力啊 咱们说这个052DL这个 苏州舰在台湾海峡 驱离这个美舰之后啊 又紧接着咱们还记得吧 说过 他又出现了台湾以东啊 出现在台湾以东 其实就是展示了 他的极强的机动能力啊 这是台队的一种能力展示啊 从这个情况看 解放军没有任何的退缩啊 而且是052D驱逐舰 一直咬住美舰艇不放啊 就是中原舰 052D居然为什么敢这个 跟美国中英舰硬拼刺刀啊 后续就是 解放军啊 有056和啊 这个清晰呼吁舰和其他舰支 组成一个啊 舰队进入到美军在这种联合演习中 这个可能就是中国 052D敢跟美军拼刺刀的原因 就是说是这个四国啊 四国联军嘛 但是你发现解放军的实力不弱啊 咱们056清呼吁舰一千多吨啊 主要是承担近海巡逻 但你不要小瞧啊 中国现在对056敢冲到这个一线 它背后是中国的暗机导弹 包括庞大的舰队给它支撑 052D啊 其实这个要你想要跟敌人拼刺刀 背后一定有强大的一个能力支撑的 056二 056呼吁舰呢 一共建造了七十 由于这个一千多吨啊 美国是显得在美国舰顶上啊 这个对比一下显得很小 但是咱们不像美国要去跑大洋的啊 咱们在南海在东海依托基地啊 是完全可以这个做巡逻用的 052D呢 在去年至少服役25艘 054A型呼吁舰的数量也达到30艘 055达到8艘 所以中国海军大大小小上百艘驱逐舰 呼吁舰 美国海军在南海东海实际上是处于全面的劣势的 还有只要您保持一个战斗作风啊 时刻保持战斗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就是要考验中美之间的高素质和 这个气势水平高低的情况啊 现在看真正的底气 中方是有庞大的舰队在支撑的 所以不是咱们这个输入舰啊 单条啊 所以美国现在看他没有对抗本钱 没有这个任何赶根解放军啊 作对的能力啊 你像就这四艘舰嘛 尽管他的航空母舰在冲绳以东啊 但是现在看近东海就这四艘 中国是一直保持24小时跟踪啊 也就是说 美国想靠武力壮胆 企图在中国大门口搞事情啊 现在看暴露了一些啊 他的弱点 美国亚太投送兵力不足啊 这次为了搞演习要组织四国舰队 凑起来也只有五艘舰艇 将军没搞动员 即便随便出至少要四艘啊 所以你可以想中方明显是比美方 包括他的盟友啊 这个实力要更强 中美的这个力量对比 通过这一次发生明显变化就看出 美国想再在东海占便宜 已经是痴心妄想了 解放军应该